我自己一定是跟sustainability 或者当然是跟food有关 food tech或者green tech 其实基本上都是 必定是这个世界大趋势 无论是世界的水源 空气 食物的污染 我们需要有更多clean source的东西 我们喜欢投资在区域 对我们的区域 所以 trend-wise 我们真的喜欢教育 学习、学习、学习和技术 我特别感兴趣就是VR那边 因为我本身是做游戏那边 所以我觉得VR游戏和内容的 发展的空间会很大 第一个sector就是Fintech 传统银行、投资银行 政府的三方面 现在都比较成熟一点 第二个就是网上的媒体 因为现在手机和网上的 传统银行都很厉害 其实我觉得VR游戏 今天的环境下 其实很多都变成了 落手落脚的投资者 美国也有很多我们叫Super Angel 其实他们都是比较参与性高 对一些start-up公司 除了钱之外有其他帮助的 因为对今天来说你的start-up 未必是投资他 是唯一解决方法 你一定要在其他方法 帮助他拓展他的业务